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定义函数 什么是函数 咱们为什么要定义函数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首先说什么是函数 它是不是Python独有的 不是 各种语言中都有函数的概念 它是干什么的 它应该说是一言以蔽之 它是一组操作逻辑的抽象总和 叫做函数 听起来有点抽象 没关系 今天咱们举例子 马上就能让您明白 好 咱们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三个 其实是四个 咱们看 第一 定义函数 第二 声明参数 什么的参数 函数的参数 第三 参数的默认值 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 我这没写 什么东西 使用函数 对不对 咱们上面定义完了 结果咱不使用 咱们定义它干什么 对不对 其实是四个 我这只写三个 好那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实际演习 今天的实际演习 其实很简单 咱马上建文件 马上运行 讲解 go test.python 然后我先拷贝上 咱们的第一部分 你看 就这么算上 这个 comment 其实只有四行 comment咱们怎么翻译 备注 对 算备注只有四行代码 咱马上运行 看结果 老规矩 左边是代码 右边是运行结果 稍等一下 我这个还没有进入到 我的这个 课程的这个目录夹 开源中国 然后是 learn python 3 然后今天是 第21课 哇 不知不觉 我都讲了21课了 天呐 好的 试试啊 我这存完盘 然后马上运行 py 交python的launcher 然后是test 终于回车 我先别回车 我先给您讲解一下 今天代码 咱们看这地方 对 我不给您讲解 怎么能直接回车呢 如何定义函数 请看啊 定义函数关键字 是def define 对吧 然后它指一个缩写嘛 后面呢 跟上函数名 括号 括号里面呢 可以定义参数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 紧跟着 在定义函数行的最后 加上一个冒号 然后呢 下面呢 是缩进代码 缩进的内容呢 就是函数里面所有的内容 今天因为是咱们第一次定义函数嘛 所以说内容比较简单 就是打印一个Hello World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这两行代码 是定义函数 这个行代码是干什么 调用函数 所以说 今天咱们这四行 三行代码吧 打印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Hello World 注意看一下 稍等吧 我这边Hello World 我这Hello Python World算了 好吧 咱们试试 Let's go 大家看怎么样 Hello Python World 我这再改一个碳号 比如说 没有问题吧 OK 说明咱们就是执行的是 这个 Test Python文件 OK 咱们非常简单的 就定义了一函数 而且非常简单 就调用了它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看 如何声明参数 咱们不可能说 傻傻的 只有一个函数 不给它传参吗 对吧 传参是什么 是增加函数的扩展性 以前咱们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报小学 学过很多的公式 我传一个数进去 然后给我输出一个数 就这意思 好 咱们看 我把这上面屏蔽起来 咱们看 如何声明参数 刚才是Hello一 现在叫Hello二 让我传一个什么 传个name 传完name之后 我要在屏幕上输出一行代码 什么 Hello 然后是我传谁 就向谁问好 问好函数 对吧 好 咱们试试 我调用Hello二 然后传谁 传个扣码 这地方会打出来什么 Hello 扣码 对不对 好 试试一下 看我这个扣码 是不是传到了函数当中 并且正确的输出 OK 马上运行 Go 大家请看 Hello 扣码 没问题吧 比如说咱不叫扣码 小码行不行 当然可以了 好 再试试 Go 没有问题吧 Hello 有朋友说 你这是这个字符串 我能不能传数字 咱试试 比如说咱们随便定一个 加法函数 可以吧 加法 对吧 然后咱们 print一个什么 x 加 加 加的 键在哪 加Y 因为我在讯息里面 它这个是英文简单 很难用 大家请看 我这个函数 是做两个数相加 并没有return 而直接输出 没有问题吧 以此一样 OK 好 我传 add 我传一个 比如说10 13 没问题吧 我传两个数 然后它给我 枪加并输出 看看是不是结果 稍等 上面这个 Hello 小码 屏蔽电话 好 运行 大家请看 输出23 对吧 为什么 10加13 当然23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我这个地方 还能传数值 一个意思 OK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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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常用 允许我在非常后面乘以一个10 非常的常用 好 咱们看看这段代码的逻辑 稍等 把这个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 我定义离函数 hello3 没问题吧 然后我传name 然后这边书说hi 然后name 这也是问好函数 只不过上面是hello 这就是hi 一样 hi显得更亲近 更亲切 好 我没问题吧 但是大家注意 我传参数的时候和hello2有什么区别 hello2是只有一个name参数 对吧 也就是说hello2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不传参的话系统会报错 那么hello3我在name后面给他一个默认值 这也就是说我掉hello3的时候如果我不传任何参数的话 他会取这个默认值非常的常用 如果我传参的话 那么就按照我参数的值进行显示 咱们试一试 大家请看 我这个hello3传了一个默认值等于koma的name 然后我在这调用 大家请看 hello3 什么意思 第19行 我只调用了函数并没有传参 对不对 但是他就给我按照这个默认值进行输出 下面呢 我传了一个麦克 麦克行吧 那今天我传值了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他就应该是打印出来hi mike 好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个结果 传hello3的时候打印hi koma 传麦克的时候打印hi mike 如果是这样的显示的话 说明我这个默认参数起作用了 好 试试啊 Let's go 大家请看 第一行输出的hello koma 没问题吧 为什么 我没传参吗 对吧 第二个输出是hello mike 说明什么 我传参了 然后比如我这叫 不叫这个mike 叫jerry 行不行 没问题 然后第一个呢 我这个不传 我这传参了 传一个小马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用我这个默认的koma 而是用小马和jerry 试一下 诶 没有问题吧 我跟你说 这个写法非常方便 因为咱们在做一个函数 提供给别人用的时候 有很多 比如咱们做一个函数 要有20个参数 别人不可能一下传20多费劲 那么咱们会给他好多默认值 就说别人调用咱的函数时 如果不传参的情况下 咱们用默认值进行处理 这非常非常常用 在咱们这个系统开发过程中 OK 那咱们再试另外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 咱们再回到这个hello 2 hello 2 刚才我是传了一个小马 对不对 咱们再输出一下 看一下结果 我清空一下屏幕 没有问题吧 OK 那么因为我没有参数的默认值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传hello 2 并不给任何参数会怎么样 如果hello 3是没有问题吧 他默认值 hello 2呢 试试 go 大家请看 报错了吧 没传参吗 对吧 所以说 我推荐您 若是这个函数 严格定义 不传参就不执行的前提下 咱们就不给他设计默认值 如果就是说 咱们做一函数 咱们就说 用户不传参也行 我有系统的默认处理的时候 用这种默认值的方法 推荐给您 默认值的方法 是非常的常用 请您一定要掌握 OK 好 我已经哭口婆心的嘱咐到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定义函数 python定义函数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隆重推荐给您 这是咱们编程中 非常非常99.99%常用的逻辑 一定要让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所有的代码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文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上的优酷优旧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